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就搭计乘车在林口市区不停绕 期间还停在超市买啤酒零食 约25分钟后 刘要求司机停在成吉思汗林口旗舰店对面等候 期间还一似因喝太多酒 要求司机冷气开墙一点 约一小时后 刘又要求司机将车开到对侧 成吉思汗会馆一旁的五金百货行前等候 还为此加了500元给司机 将近两小时 约凌晨20 22分许 刘一四看见馆长走出 便交代司机 往前开一点 停在前面公交站停车处等我 我马上回来 就下车犯案 期间 司机还听到枪嗓 约十几秒后 刘就一路小跑回到计程车上 交代司机 开往立元一街与文化路口 距离文化派出所仅100公尺的路口 抵达后 留附了3000元下车 带枪与子弹前往派出所投案 据悉 馆长遭人开三枪 右手臂与右大腿 右脚踝中弹 目前仍在手术中 手术前 医师向家属说明 馆长身上约有四处弹孔 因为枪击穿透伤 目前 明显枪昌为右手臂一发枪击穿透伤 右大腿一枪 右小腿一枪 不久后 嫌犯23岁刘姓男子 自行前往林口警分局文化派出所报案 初步研判犯案动机 与先前刘姓骚扰馆长有关 警讯后 将依杀人为随罪 将嫌犯送往新北地检署 据悉 刘南就是先前对馆长性骚扰的男子 有多项前科 馆长先前开直播分享 日前遭到某刘南到健身房 向他表示 去健身房报名就是为了馆长 还对他毛手毛脚乱摸 表示 就看你来的啊 让我摸一下啊 你就让我摸一下嘛 馆长虽然感到不舒服 仍礼貌表示 请问有什么事吗 对方仍挑真表示 让我摸一下啊 更乱摸馆长长达5分多钟 事后 刘又跑到健身房乱闹 拉着馆长手臂要求退费 更打算对员工动手动脚 最终落下 要告诉你们就跑了 今天凌晨二十许 刘带着浓浓酒意跑到健身房门口 趁馆长准备上车时朝他开了三枪 三枪全打中馆长 其中 一枪打中手臂后贯穿 又击中大腿导致粉碎性骨折 另一枪又打中右大腿 弹头卡在内 最后一枪打中右小腿 子弹卡在右脚踝 带装有一把枪与无发子弹的包包 前往不远处的领口警分局文化派出所自行报案 警方从他的包内拿起一把手枪 但是应留拒绝制作笔录 并要求要等律师到场裁约说明 警局后将依杀人为随罪 嫌疑新北地检署 据悉 目前仅能确认 嫌犯就是刘南 动机疑似是因日前的性骚扰事件后 刘被网友肉搜引发不满 才会动手犯案 一名案发时正在馆内健身的客人说 他当时戴着耳机 没有听到声音 只看到馆长从地下室往楼上大门走后不久 就看到馆长的助理和柜台全部往上面冲 才发现出事了 警销货报到场后 经过简单包扎后 目前已经将他送往领口肠跟急救 意识清楚 无生命危险 馆长在上救护车前还交代后事 表示 若是自己撑不过这坎 希望大家能好好照顾他的家人 并弘扬他的精神 在中国台湾的健身界 有这样一个牛人 他不仅有着一身霸气的纹身和肌肉 而且有着非常先进的健身理念 他就是台湾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的创始人 陈之翰 他曾经因为怒喷徒手健身而名声大噪 当然 越带宏观必成其重 他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 他的健身时间已经超过十年 在台湾健身界可谓是泰斗一般的存在 他经常分享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视频 免费提供给那些健身爱好者 陈之翰20岁时 曾经是中国台湾海军陆战队职业军人 担任66旅忠实副牌长 在军营里面形成了直爽做事的性格 怒喷徒手健身 是因为之前有一些提倡徒手健身俱乐部的工作室 在网上发文称 徒手健身是人类最优秀的健身理念 并举例说 假如一个人可以单手坐银体向上 那么他就可以用公二头肌 举起自身重量 面对这样的谎言 陈之翰化身打假斗士 怒喷那些误导年轻人的健身知识 年轻时候的陈之翰在军营里度过 从那时起他就接触健身 距今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 他潜心学习欧美人的健身知识 非常系统地掌握了各种健身方法 他认为中国台湾的健身资源非常缺乏 在健身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 必须有人将这种东西重视起来 陈之翰还被海军陆战队邀请去做演讲 并且现场亲身示范健身动作 而一身壮硕的肌肉也是非常抢眼 打假斗士陈之翰也经常在中国台湾的各个大学中进行演讲 他把这些本来应该收费才能学习到的健身知识 免费提供给那些健身爱好者 并且鼓励他们走上健康的生活道路 馆长陈之翰以彪悍的外表形象和犀利的言论爆红网络 和大多数网友一样 硬汉陈之翰不仅靠直播赚钱 他还开设了健身房 并在网上卖鸡胸肉等健身用品 如今一年产值就有10亿台币 了解过陈之翰的都知道 一脸凶丧的他以前干过不少坏事 如今踏入直播行业才算从良 12月10日 据台湾媒体报道 馆长意外地在直播间谈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 称自己年轻时加入帮派 以讨债 维标工程 特种行业为生 本来以为能赚钱 却欠了一屁股债 短短三年就背了200万债务 甚至连妈妈的房子都要拿来被抵押 这才让他下定决心 决定金盆洗手 直播中 馆长分享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说年轻时急着想着挣钱 就和几个好友加入了帮派 但钱没开始赚 则要靠卖自己和小弟们参加活动的服装 钱不够还要硬着头皮跟老大借 但是老大还会算利息 他们四处被人家催债 自己还要去借钱 借到最后 三年付了200多万 因为巨额债务 馆长从加入帮派就能赚大钱的美梦中醒来 但钱还是要还 最后他老大就把歪脑筋冻到了他妈妈的房子上 他说 我信用破产就交不出来 老大说 我要把我妈妈的房子卖掉 也是因为这样 他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帮派 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开了连锁健身房 终于摆脱债务 值得一提的是 拳击冠军练玉轩曾向馆长约战 馆长一开始表示 出一千万美金对赌才肯打 后来又说约到泰森他才打 双方言语角逐 练玉轩还直接发布视频 向馆长下战输 有没有胆量和我打一场 一回合你还站着就算你赢 令人意外的是 外表看起来十分彪悍的馆长 却多病缠身 在直播间内 手拿体检报告单 告知粉丝 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 陈志涵对网友说道 这份体检报告三万做一次 他有中英文对表 首先是 我的硝酸甘油脂超标 高密度胆固醇低标 低密度胆固醇超标 反正这三项数据都不及格 所以我的身体现在是不好的 最终 两人都没跃到站 据台湾媒体报道 现在的陈志涵身体也不太好 他在最新的直播中 透露 近期有去抽血检查 发现肝功能也有异常 肯定是因为平时睡眠时间很乱 有时候只睡四个小时 甚至两三个小时 有时候小睡片刻 又醒来做事 作息混乱 难免影响健康 看来 再健壮的人也抵不住熬夜的摧残 你怎么看待丛良的馆长 再见